轿车摇摇晃晃看到前方红灯没停下来 先是撞上分隔岛又继续左转 车子越开越偏 但等等你要去哪里 车辆对准派出所门口连爬三个阶梯 冲进大门这下完蛋了 开门要驾驶下车 远景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你怎么开进来 你怎么可能开得进来 新北市林口文宁派出所6号凌晨12点多 遭民众开车冲撞 车头悬空挂在值班台上 玻璃门碎裂门框变形 花盆被撞破散落一地 现场一片混乱 轿车卡在门口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拖走 当时值班远景只差几公分就被撞上 那个车子从大路上死过来的时候 就有一些转弯弯不过去的声音 那同很当时就很积极的 看头看了一下 在看的时候车子就冲进了 他还有他有闪声把他散过去 减多钱多了 桌子啦 椅子啦 玻璃那个啦 清洁队一早来收拾残局 要价20万的值班卓报费 派出所大门没了 远景只能吹冷风办公 肇事驾驶是51岁的蔡姓男子 公称在工厂加班小酌 只喝了一杯高粮 酒测值高达0.89 但这已经是他第三度酒驾 工厂就在住家附近 蔡姓男子心存侥幸酒后开车 被依公共危险罪移送 累贩最高罚12万 派出所设备毁损估价约80万 这一状赔偿近百万 看你还敢不敢酒驾 TVB的声音 朱光荣捡运席新北市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喔